嗨 大家好 欢迎朋友们来到红桌给一起说 今天给大家来的是美国七八六联赛独立赛 第八周的比赛 大家非常熟悉的阿灵球的怒鸟对战rp 美国的banana肯 怒鸟上楼是肯对战banana肯的jp 对香蕉肯 直一过来就是香蕉肯对不对 香蕉肯这边拆投了怒鸟的抢头 那现在jp成功的打掉了肯两个的体力 现在肯在板边抓到一个头的机会 压起身 占中权 好的 小时候完美的对空成功 现在jp已经被压制的节奏有点乱 不过好在banana肯的防守还是比较扎实的 远程的绿冲投席没投到 这里都七个党被点反投了 现在香蕉肯又把血量给他逆转了 看来第一灯没有悬念了 banana肯用一气超杀打出十二连 解决了怒鸟的第一灯 这一开局打得非常的精彩 我们来看一下怒鸟对战banana肯 常比赛比赛来对怒鸟对战 把他啃的 jp老头这个抢头没抽到 板边探手不好使被怒鸟抬到了 就知道你要上个探手了 马上后后选择一下 下中腿打一个插盒 好的这一套打完之后对面体力都成无几了 这次绿冲建功利益了 对于banana肯来说不着急 到底谁能想到最后 只有魏克之现在是一个大酿战抢三局的 哇 远程绿冲投下段成功了 直接生龙带走地灯 ok 那现在比赛继续进行 来对怒鸟对战 把他的肯斯街跳入一套 三气超杀 打完这一套连段 大家看血量还剩多少 ok 那么继续回到比赛中 这里开凉气填罗地王超杀啊 这套左右夹击连打得起来 怒鸟的体力又被这套返超 现在压制起身 一套再走嘛 对面手上还有一条鸡啦 oh my god 这套换面帘相当给力 我们来看一下怒鸟 ok 那现在比赛进入到了第二场比赛 第二次啊 怒鸟现在先落后一分 不过没关系 比赛是抢三的 一切就有可能 还是想要插合 这个奔发被地方斗气个挡 如果 如果没有斗气的话 就直接就上墙晕点了 七八六就是一个强调 你斗气分配资源的一个游戏 连招大家都会 但是资源上的一种调度分配是一个顶级高手做具备的一个窍门 他只搞得本来能啃的这批也是毫无招架之力啊 只能说啊 第二倍碰到了这么一个妖怪选手 不过一切就有可能 刚才他都赢了一分 对不对 那也不是说一点没有水平的 那现在怒鸟被压到角落出不来了 哎哟 这个惨猜还是不行 只能说趁对方没有斗气疯狂进攻吧 肯现在斗气战有点优势 但是对方是没有 还是有两把刷子了 这个蹦棒打完之后推板了 现在怒鸟要斗气 以为刚才是有伤害修正的 好 打转固定 你该动吗 现在斗鸟强开了两气扯扎 没有办法怒鸟这边没有斗气了 ok 那现在怒鸟再战巴拿大肯 双方打他现在确实 也是一场势同水火的对局 巴拿大肯现在再次一个传送 想偷售 这里怒鸟放开了斗气迸发 就是要让你形成一个被压制的一个节奏 怒鸟再次给他来这个真胜龙拳 大家看伤害啊 还是蛮高的 对不对 十六年打这么多血量 怒鸟现在掌握场上的学队 又是一个perfect的拿 好了咱们继续回到比赛灯 现在是怒鸟的肯直接轮回脚 好 没有提到下中腿摸奖 这次长拆破了怒鸟的拆头 还想跳路吗 不敢轻易的前跳的 毕竟对方的后中脚啊下中拳很优秀的 把拿大肯掌握场上的学队优势了 谁能够拿下这灯很关键 拿下这灯地围的强盗再点局了 比赛规则就是这么残酷啊 好 现在来看一下怒鸟 怎么打本了呢 减换头 怒鸟的格挡做的非常到位 一个胜龙完美预读对方的传送 接下来双方谁能够拿下这宝贵灯 怒鸟再次原地跳 打对方一个插盒 就猜来猜去 你就猜不过我 比分打入了一比一平 朋友们到底谁能够拿下这宝贵的一分 进入到赛点局 努力迫切想要拉近双方的距离 但是这个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又是一个三七大招 打完之后怒鸟血条就危险了 大家看这个伤害 对不对 还有四千多血量 但是本来看 这个蹦方打完之后怒鸟就不见了 这一灯了 小孩这里也是 不是怒鸟这里也是 第二倍 本来啥优势啊 结果折腾到现在 好的 插合一个中角 毕竟这种短局在说 非常考验玩家的调整力 直接的一看 那不是吹出来的朋友们 回神 清泉想要打一个软固定 但是没固定住 哎 中了 太好玩了 中鸟现在要给大家上演一个反败 为什么优势局面 比赛对于中鸟来说 他 让二最三这是属于冷 是不是 拿到两分了 现在是他的赛点 美国把他还在做最后的反击 最后的挣扎 但是 这个挣扎也不说没有效果 疯狂的压制啊 蹦放推开了怒鸟的进攻的节奏 主场不是你们这 主场是我 我啊 and we've seen these re-split set ups you gotta be careful he got the switch combo oh man that tray combo was sick he doesn't have drive gates we can actually get a stun period he asked the weight and recover he's just a susceptible now both getting the drive gate at the same time one more touch will do it for every bird 边 oh my god he got the control the f2 part 双方 把比赛 达到了一个白日化阶段 你看到没有 好 法拿大肯腹肌不躁啊 能打到S局吗 朋友们 这是一场非常具有悬念的比赛 怒鸟能否 拿到这个宝贵的 这一分 这一灯 角度里怎么打起身 这是一个关键 好 站中拳讲招 再试着对方没个轮动 法拿大肯只能说老老实实的 做好自己的防守 那现在这波输出打完之后 怒鸟距离胜利越来越近 只差着一口气了 只差一口气 想着打开 接下来就看怒鸟的能否顶度 把拿大肯现在是已经有牢牢的掌握场上节奏了 赶紧 赶紧 赢了 木鸟这里真的是大心当啊 给他点个按 朋友们 What